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湘飞 27岁时被哥哥献给乾隆 复原木雕经验世人 读历史 您是李 大家好 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电视剧 还珠格格 里关于湘飞有很多经典镜头 比如她提有一箱 偏偏起舞时会吸引蝴蝶等等 关于她消失的原因 竟然是湘飞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还珠格格 爆火的时候 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她的海报 至今仍然有很多小女孩 喜欢带着同样的维吾尔族头饰和服饰拍个人写真 只因她在剧里的头饰和服饰都太美了 关于湘飞 很多人非常迷惑 因为在大家的认知里面 湘飞就是还珠格格中的新疆公主 她美丽端庄 倾国倾城 举手投足之间 都散发着一种迷倒众人的魅力 因此小燕子和紫薇等人都喜欢跟她一起玩耍 插个题外话 关注小编 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 言归正传 不仅如此 她的身上还时不时地飘出一阵阵香味 沁人心脾 为此乾隆赐她湘飞这个称号 在电视剧中 湘飞是她父亲用来讨好乾隆的筹码 哪怕她早就有了自己的爱人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 虽然湘飞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为了乾隆的妃子 但由于帝王的宠爱 她并没有被强制士气 反而保留了身着原本服饰的特权 可以说这份荣宠在戒律森严的皇宫内是独一份的了 而且 湘飞在这部剧中的结局也是非常美好的 小燕子和紫薇武阿哥等人 为了帮助她逃离皇宫 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打点 最终成功将她送出了皇宫 与她的爱人蒙丹团聚了 最后还改名唤姓去浪迹天涯了 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 历史上乾隆皇帝真的有一位湘飞吗 她的真名叫什么 她为什么遍体生香 她是怎么死的 她的真实样貌是怎样的 实际上 不管传说再怎么引人入圣 也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历史上真实的湘飞是怎样的呢 其实 还珠格格 里的湘飞在真实历史上却有原形 只是跟电视剧里的人物故事有所出入 据《青史稿》 记载 乾隆的后飞被记录在册的有十人左右 要知道 皇帝后宫加历三千 乾隆的后飞自然也不可能仅仅只有十位 但能被记录在册的 一定是地位较高的 在这十人中 有一位名教和着实的荣飞 便是湘飞的原形 值得一提的是 荣飞既不是皇后 也不是贵妃 还没有留下子嗣 但能被记录进《青史稿》中 可见她有多受乾隆的宠爱 在新疆传说中 湘飞的湘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说湘飞的教名是西帕尔汉 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湘得狠 另一种说法是湘飞头上喜欢戴沙藻花 所以 身上有一种浓郁的沙藻花香 何卓氏生于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为沃尔族人 阿里何卓之女 乾隆二次征讨噶尔丹后 解救初回不大和小何卓 但这两小国竟然发动叛乱 清兵围剿时 何卓氏的哥哥及武叔选择配合清军作战 算是立了战功 之后 乾隆为了感谢他们 特意封了何卓氏的父母为官 而何卓氏则被送去宫中 从这一方面来看 乾隆和荣飞的婚姻其实为政治联姻 何卓氏入宫时已经有二十七岁了 而且之前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荣飞的丈夫原本是叛军的首领 后来清朝出兵剿灭盼望后 荣飞的哥哥为了讨好乾隆 就把妹妹献给了皇帝 在古代封建社会女子的贞洁是最重要的 而且当时女子十几岁就嫁人了 荣飞的年纪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 但是乾隆不仅不在意 而且还对她礼遇有加 从这里就能看出荣飞的美貌有多出众 如此情形下 乾隆还同意接纳她 这或许说明和卓氏的确长得国色天香 让乾隆忽略了她的婚史 荣飞进宫虽然也是政治联姻 但是由于荣飞的漂亮和能歌善舞 很快得到乾隆的喜爱 她进宫时 南方移栽到宫中的荔枝居然接了200多颗荔枝 这是难得的祥瑞之兆 因此皇上和太后都认为 她是个祥瑞之人 对她很喜爱 乾隆25年2月 初入宫的和卓氏就连升两级 被封为和贵人 从这里也能看出乾隆对和卓氏的宠爱程度之高 和贵人在入宫后的第三年 被封为荣飞 乾隆帝对她十分宠爱 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对她关心备质 为她建造了宝月楼 允许她穿自己民族的服装 为她配备回族厨师 还为她建了一座土耳其室的浴室 从乾隆25年开始 乾隆专宠荣飞和卓氏 无论是外出寻幸 还是去圣经祭祖 荣平都伴起左右 乾隆31年 皇后乌拉娜拉去世后 乾隆便没有再立皇后了 后来 庆贵妃和另一皇贵妃去世后 乾隆便再也没有封贵妃和皇贵妃了 推算下来 此时的后宫中 飞成为最高级别的职称 而此时的和卓氏 也已经被皇太后封为荣妃 成为乾隆后宫中六位妃子之一 短短八年 连生数级 可见荣妃不仅受乾隆的宠爱 还备受皇太后的喜爱 据记载 皇太后平日里 会赏赐荣妃各种衣服和饰品 不仅如此 每当宫内有大事发生的时候 乾隆总是特意将她戴在身旁 生怕她没有享受到一样 她更是先后在乾隆30年 和乾隆36年半嫁南巡和东巡 那个时候的合卓誓早 就被晋升为荣妃了 在一众妃嫔之中 她的年龄算是偏大了 按理说 她应该留在宫内休养生息 但出生草原的她体质 与咱们中原内部的人 略微有些差异 所以就算是三四十岁的高龄 她也还算康健 加上乾隆皇帝 无时无刻的宠爱 她与那些二十多岁的女人 并半点差别 此外 荣妃是否与电视剧中的香妃一样 又充满香气的体香呢 根据当时的记录 荣妃经过之处 的确是有体香 但荣妃墓被发掘后 考古学家对其遗骸进行检测后 发现并无异常之处 也就是说荣妃大概率上并无体香 那所谓的香味来自哪里呢 小编猜测 或许荣妃会随身携带香囊之类的散发香味的物品 要知道 荣妃是维吾尔族人 或许受生存环境的影响 荣妃自幼就喜欢香味 随身携带香囊也不足为奇 电视剧中香妃是被皇太后赐死的 历史上 荣妃是于乾隆53年 并是在圆明园 享年54岁 比乾隆的生母孝盛献皇后晚死11年 所以不可能是被皇太后赐死的 她的遗体被葬在东陵后飞原寝中 荣妃去世后 乾隆非常伤心 原本想让她落叶归根 但是按照组织 只能将其葬于清东陵 民国时期军阀道挖清朝皇陵 荣妃的陵墓也难以倖免 专家抢救姓妈爵的时候 香妃遗骨被损坏很厉害 幸好头骨完整无损 专家们最终凭借高科技将荣妃的容貌复原 和曾在影视剧中扮演香妃的女演员相比毫不逊色 专家在鉴定过荣妃的头骨后 发现她是白种人 五官立体高鼻深目 因此和其他的嫔妃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格外受到乾隆的宠爱 最终工作人员通过荣妃留存下来的文字点击和画像 并且结合现代技术将头骨还原 发现荣妃真实的容貌和迪丽热巴非常像 这样的颜值真是独一无二 在环珠格格中 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 实质上是和情人蒙丹私奔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又有野史记载 她是被皇太后下令赐死的 事实上 历史上的荣妃是病死在圆明园中 享年54岁 当时乾隆皇帝已经80多岁了 听到荣妃离世的消息后 她悲痛欲绝 下令木匠按照荣妃的相貌 复刻了荣妃的真人木雕 放在宝月楼中 一解乾隆皇帝相思之苦 在今天的新疆她时 有一座香妃墓 传说就是荣妃的陵墓 但也只是传说而已 至于历史上的荣妃是否真的体代一厢 会吸引蝴蝶环绕在她身边 这些也无从考究 但是严格上来说 还珠格格 里的那位又美又香又会跳舞 又会引蝴蝶的香妃娘娘 其实是后人编撰出来的 据说 是琼瑶阿姨有一次经过香妃墓 听说了香妃的故事后 编撰出来的一段野史 即使没有体代一厢 光是二官大龄还可以嫁给皇帝 还受宠27载 死后还让乾隆皇帝对她念念不忘 这位真实存在的荣妃本身也是一个传奇了 荣妃去世后 乾隆为此非常伤悲 不惜罢朝三日 不过 荣妃备受乾隆宠爱 却没有为她生下一儿半女 这也算是一大憾事了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哟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